随着小朋友美妙的歌声作为开场 素有台湾企业永续奥斯卡之称的 亚太继台湾永续行动奖 7月21日在台北世贸进行颁奖 随着全球气候变迁的影响 2015年联合国宣布了2030永续发展目标 简称SDGs 台湾也发展出属于台湾的永续目标 李仁食品公司首次参加亚太季台湾永续行动奖 以蔬果减速的循环经济 荣获亚太永续行动奖银奖 与台湾永续行动奖金奖二项殊荣 李仁在2017年委托蔬果供应商福业公司 开发出独家的可堆肥生殖袋来进行蔬果减速 有效达成有机完整性 保鲜息时与减用塑胶包材的三重目标 每年可减将近400万个塑胶包材 5年多来累计减省约2000万个塑胶包材 并在全台134家李仁门市宣导 以带动超过26万消费者响应蔬果减速 除了永续行动奖颁奖活动 现场还有第二届的 亚太永续博览会 联合政府部门 企业 医疗 教育和金融机构 全方位展现永续发展的各种面向成果 透过展览形式与消费者沟通永续观念 如何化为行动力 NGO组织中 佛教团体也一起共襄圣举 不分你我 共同为了未来环境一起努力 今天是在佛光山 他们其实会很希望把这一些 就是说真正能够地球好的理念落地 特别是他们也在推种树 还有就是说他们希望 能够在永续农业上能够更进一步 不管是哪一个大德 他们其实心心念念的 都是希望这个世界更美好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 用这样子的一个机会用茶 然后用这一些微生物技术 然后用我们的书籍 然后来跟大家介绍这些理念 我们成立这家户具公司 就是要来推展一个新的工坊 然后这个世界工坊是取经自然 很难讲就是从 然后森林健康的菌相 来补足受伤的泥土的菌相 现在可以到台东港 还可以看到这些树 总共体系差八倍 只有做一次改良两次改良 几年之后它就一直长 长得这么好 能达到一个永续 地球永续 人类永续的一个奇迹 能永续就是善行 你我喝一杯咖啡时 是否会想要种一棵树呢 永续行动不会只是企业组织的事 在你我消耗地球资源时 应该更要积极参与 并支持各种永续行动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